因为大家知道再过两天呢 就是我们著名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了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开场 我们各个男生都穿了不同的劳动者的这个制服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要让所有奋战在我们这个劳动一线的劳动者们 致敬你们辛苦了 他们代表的也不知道像不像 大家凑合我看看是吧 但是呢不管是不是真的像 总之我们表达的这个敬意是真的 大家辛苦了 也希望呢大家越劳动越光荣 越奉献越快乐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我们的奋斗当中 找到我们的幸福 谢谢我们的各位男生 请他们换装 来有请各位 哇大家都已经换装完毕了 再次欢迎王老师 欢迎 大家好 其实很多人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我单身太久了 会不会是我自己有问题了 其实单身没有问题 单身只是有区别 前一种单身呢 叫做积极生活的单身 后一种单身呢 叫做宅着发霉的单身 前一种呢 是有社交 有爱好 有自控力 后一种呢 就是拉里拉他 社交单一 干脆烂掉 前一种遇到爱情是早晚的事 后一种只能够继续发霉 让自己变得更烂一些 所以单身没问题 重要的是你自己身上 得有追求光的心和行动 你自己得积极地面对生活 你的态度决定了你单身的时间 确实是 很多事情真的是由我们内心的 很多的力量决定的 当然了 也包括爱情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我猜想这个世界上 也许有另一个我 我们会喜欢相同的衣服 尽管喜好的颜色偶尔不同 我们也有可能有同样的性格 但却听着不同的音乐 看着不同的书 我希望你时刻都可以和我黏在一起 因为我不喜欢自己独处 我们可以一起在马路上散步 走到同家咖啡厅 喝着不一样的口味 你会和我一样留着适中的头发 像我一样爱笑 留着和我一样的优点 甚至是缺点 我两位男朋友 我是许倩倩 假如世界上真的有另外一个我 你会一眼就看出我的特别吗 接下来进入许倩倩的狼桥提问时间 倩倩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 世界上有另一个我 真的吗 那你觉得她会在哪里 我觉得她每天都在我的身边 那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 就是一眼可以认出我 发现我都不一样 恭喜许倩倩顺利过关 可以来到我们的完美现场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喜倩倩来自河南今年22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一人一心白手不离 啊 欢迎倩倩 刚刚你在说你认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 对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另外一个我 每天在你身边对哦 今天带来才艺还是不懂啊才艺 我有一个特殊的才艺 哦 不是每个人都都能表演的 但是因为今天对我来说比较特别 嗯 所以我就给大家展现一下我的独分觉学 请上我的道具 不得了了 好 来 好 道具已经上来 其实我今天的才艺展示是变一个魔术 我想请一位男嘉宾协助我当我的助手 就我正前方的三目吧 你先可以检查一下道具 你看一下这个窗帘 有没有暗藏玄机 认真检查哦 没有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你可以踩一下 看它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没有 没有什么 那下一步你需要做的就是 在我进去之后帮我拉上帘子 啊 对 然后呢就站在这里 面朝大屏幕 慢慢的数五个数 然后就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 明白吗 那好 那我现在要进去了 帮我拉上帘子就吧 ok 那你现在面朝屏幕了吗 面朝屏幕了好 那你可以现在数五个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哦 哦 哇 好神奇啊 神奇吗 我可以瞬间移动从这边移动到这边 但是你是瞬间移动这路上没少吃吧 哎 现在有一个远方的客人举起了手 刘异正怪你什么事 我看到这个 他这边缺了颗牙 前面那个女角并没有缺颗牙 肯定是双摸台 他这边缺了颗牙 都整牙套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我整牙了吗 这这么快 这五秒钟你就掉掉了一颗 整牙嘛 容易容易掉你知道吗 你压6号 你把帘子拉开不就知道是真是假 行吧 就让我见证一下奇迹吧 下面就讲 哎呀 其实我们是双胞胎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看然后笑而不语 就我知道有种会笑我认识他们 我们是老乡 对我们是老乡之前有见过 对之前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有见识过 知道他来的双胞胎 刚才说到有另外一个我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差不多了 你当时两个都见过还是见过其中一个 两个都见过 知道他们是双胞胎 那你现在分辨得出谁是姐姐 谁是妹妹吗 不好说 可以猜一下 时间有点久了 我觉得右边的应该是姐姐 我还有要猜了吗 我们走过去看一看吧 ok 那对站在距离了 站在这中间吧 往这边走一下可以 哇他们走路的步伐都是一样 是吧 哎呀 来哎呀 仔细看哦 仔细看哦 哇 姐姐 他们太坏了 他们他们直接叫一个姐姐 然后就是那种 三木了是三木了吗 就直接一叫 我就肯定是第一反应就是想看 已经说出来了 三木你好聪明啊 所以已经猜出来了是吗 对 这种小时右边的 啊 我还有两个姐姐 她们也是双胞胎来着 然后我是从小看她们长的 是亲姐姐吗 对亲姐姐 我是觉得她们两个 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像 然后我姐姐她 她们长得根本就不像了 有可能跟双胞胎分 童卵和一卵的 对 我俩是童卵双胞胎 为何说一样的话 你们有心灵相通的时候吗 就是我俩属于 因为童卵双胞胎嘛 而且从小到大都在一起 然后我俩就是会经常 比如说 呃 就是什么都不干 但是就突然就唱出来 同一首歌 同一几歌词 就像刚才12号时候 问我俩的时候 我俩都会说是童卵嘛 就有时候会经常说同样的话 那喜欢的人是 不一样 喜欢人不一样 我这就问到重点了 这个是我想我们所有人都很好奇 为什么两个人一起来 今天我主要是陪同妹妹 然后帮她挑一个 真正适合她的男生 那姐姐现在是单身吗 不觉有男朋友啊 有男朋友啊 她了三年 那你们挑的人 会不会跟姐姐的男朋友 是同一个类型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 就是喜欢男生的类型不太一样 哦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是姐姐要在旁边陪伴一下 对 所以现在就姐姐在下面 帮我好把把关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就到你了 到底心动的是哪一个 上先两步 接下来说一说你的不心动男生 直接说出号码 6号 其实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因为我的发小 跟林志勇长得特别特别像 就是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嘛 关系特别好 所以看见她就只有亲情和友情 没有爱情 那接下来我们从关键字了解一下 倩倩 逃不掉的一张卡 分手的时候独立的朋友圈 分手的时候 其实分手的时候我说的是感情 我和我的第二个男朋友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开心 就每天都在想怎么玩去哪旅游 然后就怎么开心怎么来 但是她比我大要毕业了 要毕业回海口了 所以我们就面临了很多问题 她想让我跟她一起回去 但是呢 我在河南有很割舍不下的东西 比如说家人啊 朋友啊工作 所以呢 我就 我觉得一直让她记住我的好 我们一直这样就是犹犹豫豫的 可能到最后结局也不是很好 然后呢 我就跟她说假装是我谈的男朋友 然后她就 其实挺伤心的哈 但是与其让她恨我 可能比她要忘记我更快一些 长痛不如动痛 对 所以就一下狠心就分开了 所以我觉得分开的时候 宁愿让一个人恨我 也不要冠冕堂皇的 说着维护自己的借口 但是我觉得太残忍了 没有必要就是说 跟她杀这么一个谎 实际上有很多可以解决办法 王老师有建议吗 大家记住这样一个原则就行了 就是炖刀割肉是最疼的 你自己也累 对方也疼 我哪怕之后跟你成为朋友 但是分手的那一下 必须要坚决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现场男嘉宾有跟我一样的吗 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 因为两个相爱的人 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你要跟他做朋友 其实你心里还是惦记着他 我觉得与其不可能走下去了 还不让他恨着你 结束得快一点 对 其实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我对女孩的印象是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开朗活泼 而且独立自主的女孩 我也觉得其实应该来说 长痛不如短痛 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前女友 就是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中间也是有谈过恋爱的 其实 但是就是后面他分手都会来找我 但是就是我会发现 就是这样持续下去 其实会很累 然后我心里也会忘不了他 但是我就会 因为我做不到的就是你这么狠 我只会比如说我会跟他说 就会有时候怼怼他 或者就是说 你怎么还没有谈男朋友 或者就是说怎么会这样 就不停地去怼怼他 我想问你那个独立的朋友圈是 独立的朋友圈其实说的是 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不想跟男生最好的朋友成朋友 然后也同样不希望男生 跟我最好的闺蜜成朋友 首先呢 第一点我是觉得 不想让原谅色围绕在我们的周围 第二呢 就是觉得 我可能比较缺乏安全感 比如说我没有时间陪你玩游戏 然后呢 你跟我闺蜜很好 然后你就找我闺蜜陪你玩游戏 然后呢 我就会内心觉得很焦虑 甚至是和朋友产生间隙 或者很紧吵架 这不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吗 所以就觉得没有必要 我其实是很支持他的那种观念的 因为其实我就是这样子的 在我生活中啊 我兄弟的女朋友 原则上我是不会加他们微信的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他们两种身份 一种呢 对我来说 她是我兄弟现在的女朋友 那我有什么事情 我跟我兄弟说就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 她是我兄弟的前女友 对不对 她的存在只会导致说 我跟我兄弟之间 可能会有裂痕的可能性 但是有一种情况要补充 谈恋爱怎么办呢 我会给你闺蜜保持距离 但是你一定有异性朋友 我可以跟你的异性朋友 成为好朋友 这样就可以解决那些问题了 我觉得确实不能太好 在我身边发生的情况 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 然后见过我两任前女友 然后就经常名字叫错 就是因为这种事情 炒过很多架的 对 其实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就是最好的朋友 不要走太近就行 我觉得就想问一下 因为他们双胞胎嘛 那你们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呢 就是搞错 或者就是互相利用这个身份 其实这种情况特别多 特别多 就比如说在学校的时候嘛 然后呢 就是姐姐的男朋友嘛 然后她下课呢 在等私放学 然后我看见 我就走过去拍她 我说走吧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了 还有一次就是 我们就是放假回学校嘛 然后姐姐让她男朋友来接我们 然后那她男朋友上来就抱我 然后就帮我拉行李箱 说宝贝累嘛 然后我顺带就很尴尬 我就一脸疤 我们说那个问题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姐姐 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细节 我平常我的对面观众 全都是女的 但是姐姐旁边坐了一个男的 这是第一次 那个地方有一个男的 我跟你讲 我确定应该不是姐姐的男朋友 因为那个男生 整体都是朝那个方向的 问一下姐姐 是不是男朋友 哦 是 啊 真的假的 真的 最关键是我们刚刚讨论到 就是姐夫抱错人的时候 作为一个有着双胞胎姐妹的 其中一方的这个男朋友 当你抱错的时候 什么感觉 哦 就感觉挺尴尬的 当时 刚才我在化妆间嘛 然后我从厕所回来之后 然后呢 他就说你从我旁边过 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呀 我说啊 我一抬头 他哦 你是喜剑了 你走吧走吧 他其实不是那种 真的分不清 而且有的时候 我感觉是一个错觉 就是我俩有的时候很神似 估计就远一看 哎 就是一样 我明白 但是不是真的分不清 就三年多再分不清 是哪 如果这样还分不清 那这个人也可以不要了 就是姐夫 其实我觉得 我听你几个围啊 你觉得台上哪一位 跟妹妹最搭 哎呦 我感觉10号吧 谢谢姐夫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 一直在看牌 他长得很帅 好 那行 姐夫给你推荐了10号 但是他觉得帅 我也不知道 你的想法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姐夫 喜欢推荐的 是吧 好 那男生们先做选择 好 完美告白 为而来 各位男生 请先做决定 有请14号李明威 我对女孩的印象是特别好 因为我觉得 她是一个特别开朗活泼 而且独立自主的女孩 当14号转身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意外 但是觉得对她的印象 还可以 可以想听她怎么说的 然后就会想了解 我先做一下 做介绍吧 我叫李明威 95 和班长 老乡 我们都是郑州 然后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是95年几月份的 三月份 那还好 我不知道比我年龄小的 那你是 95年八月 刚好五个月 所以我是小哥哥 如果你来郑州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 去逛一下 而且 郑州离 你家也不算远 这样你不算一地恋 我觉得你的性格 非常的开朗 然后呢 特别的活泼 而且非常的独立 做事很有原则 再加上有很多 共同的感情的特点 说真的 我觉得特别像 特别相似 那你喜欢我什么呀 性格 还有你 我很羡慕 就是你们家庭温暖的那种爱 就是 这种爱让人特别地羡慕 特别地欣慰 因为我 因为工作的原因 经常或者很少回家 甚至在过年的时候 就 很容易自己一个人 就 我今天在这儿睡 明天就不知道要去哪个城市 就感觉很 很无助 很 很 漂泊的感觉 其实 我的生日就在几个小时后 真的特别特别地 没想到就是在我23岁生日之前 就是能够遇到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意外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给我走吧 其实你跟我走开 光有多少分饶 一个幸福拥抱 让我们感受彼此的时间 其实我很想知道 现场男嘉宾有跟我一样的吗 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 因为两个相爱的人 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 他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 当他上台的时候截了眼镜 然后说是为了想看清我 所以我觉得他很细心 然后也有打动到我 那你觉得我们真的合适吗 合适啊 你是河南的 我也是河南的 你单身我也单身 如果说唯一不合适的 我想那大概只有身高了 我有算过 如果你165的话 大概是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可以给你一个 非常温暖的拥抱 如果你170的话 是大概到鼻子这个位置 然后就能给你一个 很温暖的额头吻 如果你175的话 就大概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我能给你一个 特别可靠的臂膀 如果你只有160的话 怎么那么闪暖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 370月119号 有370的衣服 你会让我加 Katie 给我走 他躲开我的手 其实心里很紧张 手都在颤抖 我很怕他会拒绝我 他躲开我的手 他躲开我的手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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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给我唱生日快乐歌时 有些紧张不知所措 给他唱生日快乐歌 其实就是想告诉他 我已经答应他了 结果他还没有懂 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生日礼物就是 我呀 哎呀 姐姐姐哥 姐姐终于欠了妹子 姐姐先说两句 我觉得这个男生挺好的 就是他们俩最萌身高差 这个男生还是挺稳弱挺成熟 适合我妹妹 谢谢姐姐 加油 你要加油 姐夫 你不觉得他戴上眼镜之后 跟你还有一点 有一点 他不戴不像 戴了就好像 来 班长 班长 班长也要说两句 送几句话给他吧 首先第一 以后要跟姐夫要多交流 然后要多努力 多挣钱 将来买礼物都要买 双份 对对对 已经是这样了 压力大了 来来来 啊 走了 这么急啊 对啊 来来来 掌声观众 祝福两位 去吃火锅 带上姐哥 带上姨 带上姐 好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人生 就是一场旅行 一只鸟 和一条鱼 快乐的时候 感觉是飞在空中的鸟 海阔天高 不快乐的时候 感觉是藏在水里的鱼 无边无际 我不想成为上帝 只想成为一棵树 为岁月而生长 这一生 我就是一粒尘埃 进入张二尼狼桥提问时间 为什么用尘埃来形容自己 因为风吹响了哪里 我的家就在哪里 你对于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 我不想要孩子 那你接受领养吗 不接受 如果你的另一半很想要呢 那我也不要孩子 那如果男生的父母非常反对呢 我还是不要孩子 那你之前的男朋友接受吗 之前 因为不接受 所以我们就 分手 我们这个狼桥提问的时间已经过了 但是我们现场人数没有达到预期我们指定的人数 但是你依然还是有告白的权利 你还选择告白吗 我还要告白 因为 因为我觉得我既然来到了这里 我就一定要把我想说的话告诉他 好 那现在请工作人员把我的道具上一下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们帮你准备 好 阿妮 我们现场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你可以出来了 那我想请他站在台上 可是我们都很想知道他是谁 他虽然不高 但是在我心里是最帅 他虽然不胖 但是大家都叫他蓝胖子 早上这小心动的时候感觉怎么会是我 你看到地上有一盏小房子吗 我看到了 那你打开里面有看到有拿出来东西吗 眼镜 那请你戴上好不好呀 可以 你是知道我看不听是吗 那你戴上了之后呢 数三二一 我就出现好不好 ok 三 二 二 一 我要 你在我身旁 我要 你被我身旁 那夜的符号吹 吹得心痒痒 我的晴朗 我在他乡 望着月亮 当女嘉宾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她挺娇小的 然后她很紧张 因为她唱歌的时候 就是掉高掉低 然后最后找到了调 当我出来看到林志勇的时候 我非常的紧张 有一点害羞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戴上眼镜吗 可能因为我近视吧 因为你曾经说过 你说你戴上眼镜才会看清你想看的人 所以我想让你看清我 很抱歉 是我不够好 没有让你们可以转身 这个不存在够不够好 因为每个人的择偶标准和喜欢的人不一样 可能是你的一些 可能刚才我好像听到最多的一个就是 不要孩子 是吧 那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因为这个没转身 是呀 那你觉得我好看吗 好看啊 我看人不只是光看脸 那你觉得我可不可爱啊 可爱 其实 你看到了这棵树上 有很多的小房子吗 看到了 因为这些都是我心里的房子 那 那你看这一盏 你可以上前一些吗 可以 你知道这个房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蜡烛 不对 你 这个房子里面呢 装的是我的梦想 舞蹈 其实 嗯 我是一个很喜欢舞蹈的女生 然后一直条件不计 我就从小看别人跳舞蹈 我感觉 舞蹈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 因为我梦想有一天 可以站在我喜欢人的面前为他跳一支舞 可以吗 可以 那你做好看我舞蹈的准备了吗 我站那看行吗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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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你喜欢吗 喜欢 喜欢看我跳舞吗 喜欢 那你天天看好不好 会腻的 为什么会腻啊 像我现在这个体重一样 吃多了就会胖的 哇在我心里最帅了 那你想知道 我的第二个小房子吗 找一个爱的人 第二个呢 第二个小房子 住的是童年的我 你刚才不是有疑惑说 为什么我不想要小孩啊 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张儿 我是江苏人 我没有我没有感受过父爱 也没有感受过母爱 我没有感受过父亲的拥抱 是一个怎样的感觉 那你是怎么长大的呢 我有养父养母 有养奶奶啊 你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说才不想要孩子 我不想让 我的宝宝也给我有一样的感觉 谢谢 所以我不想要孩子 因为我觉得 这个父亲跟母亲的爱是 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 我不想让他跟我承受一样的痛苦 他的故事 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 没想到他的 人生吧 应该算是 没想到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没有感受过到 什么是真正的爱 那可能就是因为 小的时候你没有感受到这些东西 那你更知道你的孩子需要什么 不是吗 因为我自己没有感受过的爱 我不知道 爱应该怎么去付出啊 那你有谈过恋爱吗 我有过两次恋爱 那你在他们身上没有感觉到爱吗 他们都是知道真相以后都离开我了 都是因为你 不要孩子 然后离开你的 对的 其实我听了是挺心疼的 第一反应 那你的那个 还有一个房子呢 这个房子 是没有亮灯的房子 它里面都是黑暗的 你没有朋友吗 我只有自己 我很害怕 不要哭 不要哭 你愿意为我点亮这盏灯吗 你愿意点亮我心里的灯吗 跟我一起四海为家 好看 好看啊 那你觉得我可不可爱啊 可爱 挺感动的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是当她 我知道她的一些事之后 我觉得我挺感动的 真的挺感动的 为什么要让她 点亮我心里的那盏灯 因为她可以给我的生活 带来一次光明 我先帮你拿着好吗 好 就是我我吧 我不是一个 治愈系的一个 男的你知道吧 可能有很多的不了解 也就是没有关键词啊 什么的 没有进一步的了解 能得到你的喜欢 我很荣幸 你的这盏灯 点你心里的这盏灯 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权利 去帮你点这个灯 就是你现在需要的 并不是说 给我的感觉啊 就是 去帮你走出来的人 而不是一直在 现在那里 就是像这个房子一样 我看了你的 这每一个房子 都是封闭的 没有开口的 那你可以打开啊 我可以打开 我可以 我愿意去 帮你打开这个东西 但是 仅此而已 可能我不是 以男朋友的身份 去帮你走出 你心里的这个 黑暗的这些东西 我也没有经历过 你的那些事 我也没有去 更多的资格 去评价你这个人 或怎么样 但是 如果说你愿意的 情况下 我想 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我希望 我可以帮你去 走出这个 你心里的 那个阴暗的地方 或者是黑暗的地方 没关系 那你可以抱我一下吗 可以 没问题 谢谢 其实这个 社会 或者是这个世界 有的时候并不是 只是你所看到的那样 你觉得没有爱 或者说 你觉得你 不想要孩子 那就这辈子 都不可能改变 就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希望 你愿意 我以 朋友的身份 去帮你走出这个 可以吗 不可以 就这么固执 你是我喜欢的林志友 再见 再见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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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女孩而言 就是丁克跟这个女孩的概念是不同的 丁克是权衡再三之后 做出的理性的选择 但是这个女孩 现在不要孩子的这个想法 完全是一个无理性的 过度保护的一种选择 二妮因为我看到这个 还在狼桥一直在听 我相信二妮应该 现在也听到了很多 刚刚老师给的建议 希望你都能接收到 我们当然是希望你快乐和幸福的 当然我知道 因为今天台上时间有限 其实有很多你自己的故事 也没有完全讲出来 但是我相信 你应该会得到属于你的爱 我们掌声欢送你 虽然你现在是一个人 但我们能看到你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我是蔡淑雅 我是像我家猫咪一样的女生 别人家的猫都不傲娇 可是我家的猫却很温顺 曾经我有很多只猫 现在只有两只 一只叫丢丢 一只叫喵喵 但是我很认真地养猫 我家人也很认真地把我当猫养 给我的什么都是最好的 外人觉得猫系男友是傲娇冷酷型 但我觉得养猫的男生 反而是居家大暖男 所以你喜欢猫吗 其实我想问 你喜欢我吗 接下来进入蔡淑雅 狼桥提问时间 你最多养过多少只猫 陆陆续养过十只猫 你都会送吗 前提是爱猫人士 然后路边的野猫 我也会收养 听说你今天来 有两个人要表白 是的 恭喜你过关 来掌声欢迎蔡淑雅 来到我们的现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苏州的蔡淑雅 今年22岁了 我的爱情学院是 如果你愿意用心了解我的话 请不要用眼睛和耳朵 谢谢大家 那我接下来想看开书呀 今天的心动和不心动到底是谁 是啊前面两步 滑动来选择一下 不心动的号码 十一号 虽然是不心动但是脸是特别好看 谢谢 哦哎你要问原因吗 全练 哦不用 哈哈哈哈 那行那咱们就了解一下他的关键词 看看是什么 男神我爱你 有头脑吞下去 没头脑 这关键词有意思来可以选择举手男嘉宾向你提问 一号 男神我爱你 哎 留意着 你笑成这样问这个为什么呀 我就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我请问一下 哦 其实 我的男神呢 就是我的父亲 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个 呃 男神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大屏幕 爸爸的照片 哦 这个是爸爸妈妈是吗 哦 对 我父亲和母亲 哦爸爸也很年轻 那为什么爸爸是男神 却没有说女神我爱你呢 嗯 因为大部分都是女儿跟爸爸关系好一些 然后我跟我父亲呢 是好上家好哥们儿型 我可以换一个话题吗 可以啊 我想问一下那个有 呃 没头脑 哦 没头脑的话 就是我想以后在恋爱当中做一个傻瓜吧 就是呃 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啊 出去吃饭 我希望你把吃饭的地方 然后都订好 比如说明天的什么天气 穿什么衣服 就是这样 做一个没有头脑的女孩 就是想找一个责任感比较强一点的 然后能照顾你 嗯 那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以往的感情经历吗 嗯 我上一段感情的话 挺久的 但是他非常的不成熟 男孩子喜欢打游戏嘛 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 没有上进心也没有责任感 我在这段感情当中有受过伤嘛 我希望我能找一个能照顾我的人 受的伤只是仅此于是他不理你忽略你吗 嗯 这只是其中之一 然后别的也比较夸张啦 就是朋友远远都是第一 我远远都是第二 但是你对他是把他放在第一位的是不是 没有我父母第一位他第二位 啊 那我想问一下女嘉宾啊 就是你如果把父母排第一位的话 你在你的恋爱关系当中 如果你的男朋友你的爸妈不喜欢该怎么办 嗯 我会告诉我父母或者说用行动证明他的好 让我父母接纳他 这样 那你以前有做过你父母不同意的事吗 没有 哇 那就比如说你今天来这里跟男生表白 你的父母是支持的还是不同意的 其实讲实话吧 在来之前呢 我父亲挺不同意的 他觉得就是说 他可以私下里找一个 就是给我介绍相亲的对象 这样知根知底嘛 当然也放心 但是我跟他说了 我说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大家都是真心真意的交友的 我希望他理解我 就会跟他沟通啊 他最后是被你说服了 还是不得不接受 嗯 不得不接受 你的父母看起来还是比较开明的 他们能够去倾听你 然后接受你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这样以后万一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也不会像有的父母 对于自己儿女控制欲那么强 产生那种水火不容的情况 就是我跟我父亲会像哥们一样沟通 那也说明你沟通能力很强 他也很强 他也很强 互相说服是吧 最后还是你赢了 来继续 10号 如果没听错的话 他说有两个要告白的男生对吧 是 在那个问答的时候 那你有跟你父亲讲过这个情况吗 你有两个 其实两个告白的男生 有一位就是我的父亲 你爸爸知道这个事吗 知道你到这儿来是要向他告白吗 没有他不知道 你要早点告诉他 他可能早就同意你来了 因为你第一个关键词 其实就是让你爸爸要看到这一段吗 我也有这么想了 不这也是跟沟通的一种技巧吧 对 好贴心 对 好暖 你说你爸爸是你的男神啊 那你找男朋友会不会就是按照你爸爸的性格特点 来找你的男朋友 我首先就是简略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父亲什么样的人 他呢就是一个我爷爷奶奶的好儿子 我的好父亲 我母亲的好丈夫 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嘛 然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做油气工 非常的辛苦 那个管子可能就这么大吧 人要钻进去 然后拿那个喷漆那个枪在那个管子周围要喷 非常的小 他喷完以后他出来 耳朵里鼻孔眼睛里嘴巴里都是油气 我说爸爸你不要这么辛苦 他说我今天跟你叔叔刷同一面墙 你叔叔刷完了 他说我要回去陪老婆孩子了 啊这没有错 这是一个好丈夫做法 我爸说我刷完今天这面墙 我想着明天后天大后天去哪给你刷墙去 去哪刷给你挣学费 给你过更好的生活 他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在我心里的重量非常的高 就这样 那我相信你 你的另一半也会很棒 我希望我想找一个就是 像我爸爸一样 有上进心 有责任心 孝顺 对我好就可以了 我没有别的要求 舒雅真的超过我的 就是想象的成熟 就我们很久没有来讲话这么周到的女嘉宾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男生们的选择到底会是什么 对于舒雅 完美告白 为而来请做决定 有请7号班长 我请7号班长 哦 有请7号班长 因为我觉得我跟这个女孩 现在有很多共同点 挺喜欢她的 看到七号给我转身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 十号怎么没给我转身 但是心里又一想 哎呀有人给我转身 也挺开心的 不好意思 今天穿成就是工作的服装 没关系 不是说服装道具没有了 是因为这是我 日常生活中穿的最多的衣服 所以说我想展现出来 我最真实的音乐 我是一名甜品师 我很会做甜品 当然也很会烧菜 别的男嘉宾都有很多才艺 唱歌跳舞啊 但是那些才艺都是 展现给所有人的 而我的才艺 是想展现给一个人 我会做很好的甜品 给一个人吃 看到你的关键词 还有短片里说你养猫 我自己是有养一条小狗 是一条博美 长得非常可爱 我觉得你跟我一样 也是特别有爱心的 很善良 刚才你有一个观点说 如果说你的老公 跟你的父亲 让你排一个位置的话 你会把你的父亲 放在第一位 我的观点 跟你是一样的 我跟我爸的关系 其实 并没有说你 你跟你的父亲那么好 话很少 很严厉 然后但是不会跟我说太多 你刚才有说你的父亲 对你 则有要求很严格 要求得再严格 我一定会往那方面努力 我现在一直在记忆自己 我的作用名就是 比你优秀的人还在奔跑 我为什么要停下来 我一直在让自己变得很优秀 然后直到今天你出现了 其实这是 我的第一次告白 我以前从来没有追过女生 我的事业现在也做得很好 我有能力去照顾 我还有上进心 而且我从来不打游戏 所以说 你愿意做我的傻瓜吗 我会做很好的甜品 给一个人吃 我还有上进心 而且我从来不打游戏 我的事业现在也做得很好 我有能力去照顾 我在他告白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的一些关键词 是我觉得我是合适的 当七号男嘉宾为我表白的时候 我感受到他的真诚 我觉得他挺好的 但是场上呢 有没有太多的交流 所以不是很了解 你挺好的 真的 会做甜点 然后也爱小动物 但是我跟你一样 我也想对我喜欢的人 表达我的爱意 对不起 希望你幸福 谢谢 谢谢 班长今天很勇敢 Kuya 接下来是你的告白时间 要不要先做准备 要 现在有请我的心动男嘉宾 那嘉宇你好啊 那个今天用我们老板要求 有一份快递需要打包一下 然后送到客人手里 那你现在需要配合我 好的 谢谢 你亲爱的娘 当15号穿着快递员的衣服 走到我面前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一脸蒙 就在想 他是不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呢 因为有看到微博 他上面有说 天人姐想把自己礼物送给大家 然后我就想 那就现在以这种一个形式 把它送给我 现在 我的心动男嘉宾 方家瑜 摘下你的眼罩吧 当摘下眼罩之后 发现自己在一个盒子里 然后还坐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当时我非常惊讶 之前看你微博 有说 想把你送给我 做最好的礼物 可是 快递员不让 把你送给我 但是今天我已经 搞定了一个快递员 让他 把你送到我的面前 你看到了吗 我爱你 雨 雨 好漂亮 你喜欢吗 喜欢 嗯 我听说 你有养一只猫 然后丢了 对不对 那个 其实不是我养的 之前 在家里的时候 我家花园外面嘛 有一只野猫 就一直跟着我 我当时我就想 这猫干嘛一直跟着我 然后它一直叫 它就觉得它饿了 你知道吗 我就想 我说 哎 要不我就把它带回家养吧 我就把我阳台的那个凳子 暂时给它做一个窝嘛 因为当时我一个人住 然后觉得 有一个陪伴 就特别开心 然后 第二天醒来 它不见了 我当时很失落 我就不懂为什么 你知道吗 等到晚上 它回来了 然后 因为我 我有把那个 我后来去买了猫粮 把猫粮放在那 它回来吃了 然后它 它吃完之后 又走了 然后后来我就变成 出去出门 出门碰到它 我才 给它喂一下食物 对 然后 现在我也搬家了 然后 就没有碰到它了 没有办法走 你说这么多 挺累的吧 累吗 说太多了 我站着也很累啊 你要邀请我一起坐吗 啊 啊 你看我这笨脑子 我们俩一起坐在上面吗 啊 快给自己奔死了 啊 我现在觉得好幸福哦 嗯 你现在看着我 你有没有发现 我笑起来的时候 有个小胡须 肉的 肉的 肉胡须 像猫咪吗 像 特别可爱 嗯 我是一只家猫 不会乱跑的 不会像你那只 流浪猫一样 你看不到它 我愿意做你的家猫 待在家里 每一天等你回来 其实 你上台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姑娘 好漂亮 然后 就 开始 有想去了解你 我也不停地跟你互动 就是为了 更多地去了解你 你说 你情商很高 很累 不能理解 就是 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在那个 我感觉自己哦 就是 在成长的一个阶段 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 有时候 其实 情商高 不是一件 特别 快乐的事情 对啊 但是 你第一的话 我高 咱俩可以互补 如果 就像刚才一样 你不知道要牵我 我会告诉你 只要你行动就好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 我现在的情况 我有啦 有看到你去年一年 对吧 你有发微博 说不开心 然后 有为什么就是 租房子 就是退了三次 对 其实 我家 家里 挺好的 就家里人没有 不需要我去担心操心 但我父亲特别的严 而且从来都不 不 不教重我 不会给我足够的物质 然后我出来 刚从社会出来 想要 嗯 自己独立的时候 其实当时兜里 只剩下 看到你说 不敢点过超过十块钱的外卖 对吗 对 真的 而且 要不停地去找那些优惠券啊 什么的 就是 不想自己 反正就是当时觉得自己熬摇 挺一挺 就可以 我 听了以后更喜欢你了 要不你先下去 你站到那 你站到那个位置 好 你等一下 你 正对着我 嗯 你喜欢什么颜色 深色系的 蓝色行吗 蓝色 好 对 好 你看 方家喻 我可以追你吗 我可以追你吗 方家喻 我是一只家猫 我会乱跑的 我愿意做你的家猫 在家里每一天等你回来 当女嘉宾在台上拿出手机 打出方家喻 我要追你的时候 我想起了以前曾经用同样的方式 追过女生 就觉得这个女生真的非常的用心 为什么用那个手机给她打那个荧幕屏呢 因为她之前有给别的女嘉宾 这样告白嘛 所以我也想这样跟她告白 想表达出我跟她的心情当时一样的 就是喜欢 你看我现在坐在这里 你就在我身边 你可不可以再多走一步 我觉得感情里有一个叫timing 就是时机 为什么我没有告白 我在那里我也犹豫了很久 我们两个搭不搭 观众说搭不搭 要他跟我走吗 走 你看大家都很赞同啊 我真的是希望 给你一个安稳的陪伴 但是 现在 我给不了你 那最后有一个小要求可以吗 走心翻风 可以 可以 来一个友谊的拥抱吗 可以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准备的 黄家狱 黄家狱 我刚刚有说嘛 timing 时机 就是 就是对于这个女生 我真的就是觉得 很简单的 我现在给不到一个要的 我真的多想了一点 有人想了一点 就觉得暂时没有给到 不能给她一个安稳的 所以现在是 没有准备好 其实迈开第一步 可能比准备好 要更重要一些 一旦碰到 让自己心动的人 不要去想外在的东西 就问自己的内心 我想不想跟她在一起 就可以了 再次感谢大家 收看我们本期的 《贵州卫视非常完美》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